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柯文哲想从这些案件当中脱身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就是现在检察官只是以徒利罪 他还没有用行贿罪办他 徒利罪大概是五年 行贿罪的话就是十年以上到我们一起扯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8月31号上午十点多钟 有两个重要的案子 第一个就是柯文哲的提审庭 第二个就是彭正森的积压庭 那在提审我们可以看得过来 柯文哲早上十点多钟 进入到由自留市 由自留市到了我为的台北地区 开提审庭 提审庭开完以后 就是彭正森的积压庭 因为检察官已经对彭正森 深压 就是深压的目的 就是怕他们篡政 那对柯文哲来讲 检察官所发布的新闻 也是以篡政 但是我讲 这种是这种已经两年了 他还想进行什么样的篡政 除非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这是外界 没有提到的 就是第一个被告转污点证人 直接指控柯文哲拿钱 或者某人拿钱 那个是柯文哲不得不谎的 就是说只要被告当中 有人愿意担任污点证人 就是说这个人必须要是送钱 或者是处理金流的人 愿意担任污点证人 或者是白手套愿意担任污点证人 郑文哲的案子 因沟里搬船 就是那一对父子愿意担任污点证人 所以使郑文哲在劫难逃 这个也是积压郑文哲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柯文哲纵然在提证庭能够获胜 但是我告诉各位 彭正生一压的话 柯文哲跑不掉 因为那个是肉粽抓起来就是一串 只不过柯文哲是肉粽头 如果彭正生积压的话 柯文哲也有可能积压 纵然柯文哲口口声声说 他没有拿一毛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但是但是 彭正生积压 彭正生是奉指示处理这件事 就是虫犯 虫犯都压了 虫犯一定压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柯文哲今天大概会开两个庭 一个是提审庭 当庭逮捕过程是否有违法律之处 一个就是讯问完以后就开积压庭 看台北地院压不压 这三个结论我们可以说 柯文哲是完完全全逞党主席的威风 因为过去他可以呼风唤雨 那现在变成阶下囚 他又自认为坦荡荡 清清白白 所以呢 他就不惜 剑止台北地检 就是你诸多不合法之处 有违法律之处 他这个公告他要给讨回来 这个是符合柯文哲的个性 但是柯文哲他忽略 金华城案 牧师案 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自己的因 你自己的果 那是什么 柯文哲应该比任何人都要心理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柯文哲想从这些案件当中脱身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就是现在检察官只是以图立罪 他还没有用行贿罪办他 图立罪大概是五年 行贿罪的话 就是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所以他的罪责是不太一样的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柯文哲现在是在动 柯文哲的个性 各位从2023年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在读 读什么 要不要担任侯友迪的副手 然后闹出了一连串的 政治事件 马英九曾经给他讲过一句话 这句话可以用在柯文哲身上 你也会有今天 那柯文哲之所以会有 有今天 确确的说 这些因是柯文哲中 只不过法律是讲究因果关系 那这些因是不是台北地坚署 讲的是恶果还是善果 现在就要凭台北地坚署 你掌握了多少证据而定 但是我们可以讲 柯文哲今天的答案就非常简单 压与不压 两个而已 压了民众党 未来何去何从 不压的话 那台北地坚署 就是信誉扫地 连一个柯文哲你都惩治不了 他们怎么向相关人士交代 柯文哲这个案子 既是一个法律事件 也是一个政治事件 那当然你很多人都认为 因为柯文哲的证据缺少 但是台北地坚署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提出有利的证据 所以我们就拿郑文哲这个案子 你来看 是到了最后他提起公诉 那个时候大家才发觉 郑文哲家里有六七八点五万元 那你收柯文哲的家里 能不能收到这些钱 或者你能够收到 除了意料之外的证据 中央党部 反正踢了铁板 你搜索中央党部 你反正踢了铁板 那个叫做虚印故事 真正收的是柯文哲的家里 看他能不能收出什么东西 如果真的证实 威京小省 你哪怕透过白手套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前转入到柯文哲的 左手交给右手 右手交给小金库 只要这个金流确定的话 柯文哲想要脱身 比登天还难